中超足球球隊廣州恆大在亞洲冠軍聯賽 擊敗韓國首爾FC奪得冠軍 成為首之奪得這項錦標的中國球隊 由內地足球評論員認為 球隊近年大手筆的資金投入 是奪冠的重要因素 為定要關注恆大的成功 能否為中國足球帶來正面的影響 亞洲冠軍聯賽決賽第二回合 廣州恆大昨晚在主場 雖然被首爾FC逼和1比1 但兩回合計比數3比3 恆大已作客入球優惠奪得冠軍 成為二十多年來 首之問鼎亞洲頂級賽事的中國球隊 由內地足球評論員認為 球隊的成功離不開恆大集團四年來 累積超過23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投入 從年度的投入來看肯定能夠現實的 甚至可以和曼城、切爾西等 這些金圓軍路相比並論 廣州恆大隊內有不少效力國家隊的球員 恆大在國際賽場上取得成功 但國家隊今年的成績就一次又一次 令中國球迷失望 同一樣的球員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在俱樂部裏面你不能否認在金錢方面的巨大的努力作用 讓球員們在賽場上可以說是非常的投入 到國家隊裏面我想這方面多少會有一些折扣啊 有分析就認為恆大截官對中國足球不會有太大的正面影響 它在場內場外保證的都有很多 必須要把職業足球當成是一個細骨工程來對待 如果中國足球不整體的發生一些改變的話 恆大拿吃辣的亞洲外軍 對中國足球的整體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